我现在用这个iPad 已经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我现在用这个iPad 已经差不多 我现在用这个iPad 已经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啦 所以我想以一个学生的身份来说一下 这个iPad 到底值不值得购买呢? 然后买了它有什么用处呢? 我现在会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硬件跟它的配件 第二个就是我的核心使用功能 它有它的优点 第三个就是它跟B10到底有什么区别 还有它的缺点 然后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是 我会跟大家探讨说 到底它值不值得入手 或者值不值得购买 我现在在马来西亚这里买了 当时我想要买原因 是想要把它当成一个生产力工具 比如说做文献啊,做笔记啊,绘画等等 所以我就选择最大的内存也就是128GB 那现在而言呢 我认为内存的话也是基本上是看多的吧 自从换了iPadOS过后 我们可以外接一个external hard disk 将我们iPad里面的文件 全部给传进那个hard disk里面 就大大地节省我们的iPad的空间 所以呢 看一个人吧 看你要选择最多还是比较少一点点的 但是我个人为保守旗舰的话 还是买最多的那个吧 因为学校跟家里已经有了WiFi 所以呢 我并没有买风窝性的iPad 风窝就是代表它的data或者是Hotspot的意思 所以我在iPad里面只需要WiFi 而且我也是觉得足够了 对于玩玩而言 我真是没什么画手 它是非常的轻和薄 而且它非常方便的带出去 那论颜值方面呢 10.2寸的颜值我并没有觉得很高 比起12.9寸的iPad Pro 我更倾向于iPad Pro 因为它真的是太漂亮了 虽然这家10.2的iPad 有着60帧的刷新率 但是比起iPad Pro 120帧的刷新率 两者之间使用起来一定会有差别的 但是以一个学生来讲的话 10.2寸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足够 接下来我想说这个iPad的尺寸 以及它的便携程度 这个iPad的尺寸是25.06 17.41 我觉得应该会很多女生会担心它的便携性 官方重量为483g 483g 作为一个小型的电脑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清凉 就是我们带着它逛了一整天的街 或者上了一整天的课 也不会给我们造成一个很大的负担 说到续航力的话 我也是没话说 官方说10个小时的续航力 但是我从来没有遇过 是一天里面会用到没有电 所以呢每次一回家 我就会主动的去充电 养成这个习惯 这样的话我隔天就不必担心我的iPad没有电了 那接下来就是配件啦 第一个就是我的Apple Pencil 无可否认这个Apple Pencil的做工也是挺精致的 最最最最重要的是就是它的续航力 它的续航力让我真是大颗眼界 我通常是用了很多天过后才需要充一次电 啊 对 它就是这样充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键盘啦 呃 这个是第三班的键盘 我本身不是很喜欢 但是如果只是 偶尔给我拿来做文件 做一些PPT 做一些OS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用啦 讲究一下咯 那这个键盘呢 它来的时候 其实有附带一个平板套 它也是很方便一下 它可以整个键盘 吸附在这个平板上面 然后直接带出去 就变成一个小电脑啦 这个键盘的缺点是它比较重 iPad本身483克的重量 但是如果加了键盘的话 再加平板套的话 会去到差不多一步一整 如果你是小女生的话 你的包包里面 除了有平板 还有电脑还有书本的话 这将会给你带来一个比较大的负担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 我是拿iPad来当身我的学习的一个工具 我主要用的软件其实叫做Notability 它是一个用来做笔记的软件 它可以手写跟打字结合 我会用它的主要原因是 它具备了录音功能 让我在课堂的时候呢 一边录音一边做笔记 而且以后当我需要复习的时候 它会同步显示出当时的笔记 所以整体的输入会非常非常的清晰 还有一个很值得入手的点 可能是电脑的操作吧 让我每次想要在电脑上做笔记的时候 会有一些些的不方便 而且电脑偏重 但我日后我想要复习的时候 又有点懒惰拿出来 但是当我使用iPad过后 我可以直接用笔跟键盘 写下了当时的重点 而且iPad非常轻薄 使得阅读的时候呢 非常非常的方便 用iPad做笔记 最大好处是还有一个摄像头 因为有时候我们来不及记录下 我们老师所写的东西 所写的重点啊 所写的解法 那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加入图片 打开摄像头 直接拍下来 而且呢其实有时候 老师也不会发课堂内容给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用手机 一面一面的去拍下来 然后过后再慢慢的导入电脑 打印出来或者是导入iPad里面 会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有的是摄像头功能 一切都方便得很多 第二个核心使用功能就是做 Words和VPT啦 我发现它非常的方便 就是它可以直接将图片 用拖移的方法直接植入 然后调整什么都是直接用手指 真的会比鼠标方便很多 第三个核心使用功能就是做规划啦 iPad上有很多非常实用的软件 来让你做规划 它会比你的电话更方便 比你的电脑更便携 我本身使用的就是Apple Calendar 通常我是用来记录下 我的行程和我的工作上的规划 至于阅读方面还是很好的 它的大小跟书本其实没相差很多 比起在手机上面阅读的话 它真的会来得更加舒适 以及更加方便 最后一个功能就是玩游戏 看视频的 我不得不说iPad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娱乐神器 当你用iPad来看影片够 你会瞬间发现你的电话变得非常非常的小 它的萤幕大之外 它的音像续航也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无论是学习视频还是娱乐视频的话 它都可以带给你一个很好的体验 那接下来我会搜索这个iPad的一些缺点 跟它在电脑上的一个区别 一个缺点就是它的萤幕非常容易刮滑 所以呢 我建议当你在买这个iPad的时候 直接买一个保护膜直接贴上去 这样你的心也不会跟着受伤的 接下来就是一个多任务限制 也是我们所谓的multitasking 自从换到iPadOS过后 我们现在是可以分屏的 也可以添加和切换一些小窗口 但是它完全不能后台运作 什么叫后台运作呢 就比如说你在电脑的时候 你在上传一个视频的时候 比如说你上传YouTube 然后过后你只要退出那个YouTube的页面 它还是在上传着对不对 但是iPad也走不到 只要你一退出 它完全就是stop了 它是完全不能够再运作 我是觉得很可惜啊 作为一个这么强大 可以跟笔电来比较的一个平板的话 它不能做到这个也是有点可惜 那为什么我会知道吗 因为我就是中国 第三个就是关于快捷键 虽然还有键盘 但是它没有键盘上所有的快捷键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你在用着MacBook 然后MacBook上的快捷键你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但是你就算你买官方的键盘回来 配跟iPad的话 MacOS上面的快捷键呢 是没有完完全全直接进那个键盘里面的 所以变成就是论操作来说的话 还是笔电会来得比iPad更加顺畅 iPad反而比较的慢了一点点 那可能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在买之前的时候会考虑一下 iPad是否真的能代替电脑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学生 一些简单必要的功能它还是有的 比如说做笔记啊做PPT啊做稿啊做文献之类的 但是在我的观点的话 我是认为目前呢 iPad跟它的系统是无法代替电脑的 原因就是它无法支持一些比较高级的软件 比如说设计性软件 AutoGap 3D Max 学术Sync上面的软件 WearCar Mini Tab 或者是剪辑Sync上面的软件 比如说Premio Pro跟Final Cup Pro 虽然说iPad上还是有一些很好的剪辑APP 比如说Lumar Fusion 但是论剪辑性能跟剪辑速度呢 还是比不过电脑上的软件来得更好 来得更快 所以如果你是打算买iPad来代替电脑的话 我个人是非常不建议的 因为在性能上面呢 笔电的效率还是来得比iPad更高 那我觉得iPad值得买吗? 实话说我是觉得蛮值得的 原因是我有笔电跟iPad 通常比较复杂或者需要的专业软件的 我都会在笔电完成 比如说修读啊剪辑视频 而iPad呢则是更倾向于我学习的辅助工具 其实平时我都是用它来做笔记啊做功课啊 网课考试啊之类的一些工作 所以我并没有说觉得买了iPad过后 会很浪费就放着没有用 我也没有担心说买钱生产力 买购爱奇艺的一个事情发生 其实呢与其说它值不值得购买 倒不如我们直接说它适合哪一个人群 如果你是一个国明星中学生 我是说马来西亚啦 你的学校不给你带iPad过去 然后你买iPad也感觉挺浪费 因为你很难用到 毕竟你们的notes之类的都是用纸打出来的 经过我一年的实测过后 我觉得对于一个生产者来说 他是一个非常不做的投资 他的确能提高我们的办事效率 总的来说我是觉得iPad呢 无论是在娱乐上还是学习上还是生产力上 他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气 就好像我刚刚说的 如果你是学生或者有比较低的预算的话 可以直接买10.2 但如果你是预算充足 而且又是生产者的话 可以直接上到12.9寸的iPad Pro 哦对的 如果你们还有想要看怎样的影片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 留言多一点不要紧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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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